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期视频接着上一期继续讲VMware 由于分辨率无法修改 使用起来非常麻烦 但是聪明的网友想到了 用远程桌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理解的状态就是 分辨率可以随着窗口自动调节 既可以全屏使用 充分利用电脑的分辨率 也可以说成窗口状态 分辨率随着窗口大小自动变化 这也算是目前状态下一种折衷的选择 看到吧 分辨率还是能够调整过来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具体怎么设置 首先点开顶部的设置 然后选择网络适配器 再选择桥界模式里的自动检测 回到虚拨机 可以看到分辨率没法调整 只能固定比例 登录进去 打开远程桌面 打开系统的设置 在查找设置里 输入远程桌面 点开第一项 然后把远程桌面开关打开就可以了 我这里已经打开过了 所以不用调整了 记得重启一下电脑 使刚才的设置生效 重启完成后 打开这个设置 查看一下网络地址是多少 对右下角这个电脑图标点右键 然后选择网络和internet的设置 然后选择以太网 往下滚动 找到IP地址 记下这个IP地址 等会要使用 现在我可以关闭这个虚拟机的界面了 Common加H隐藏这个窗口 现在掉出微软的远程桌面 就是第二个程序 我这里已经有一个建立好的链接了 为了方便演示 我把这个删掉 重新建立一遍 点加号 选第一个添加PC 这里输入刚才的IP地址 192.168.32.107 接下来输入用户名与密码 选择最后一个 这里就不多说了 用户名和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了 这里再输入一个方便记忆的名字 在第二个显示页签里 勾上最后两项 后面两个页签里 好像没有什么要调整的 弄完之后 点添加就可以了 双击进行连接 第一次连接会跳出证书警告 点Trust 然后打开上面的系统 选择Always Trust 点Continue 输入Mac电脑的密码 好了 现在连接上了 分辨率就是完整的分辨率了 可以看到系统反应很快 打开Tzip再跑个分看看 22.789 感觉出来这个虚拟机 整体响应是非常快的 虽然移动窗户的时候 调整非常明显 但是它的性能还是很强的 因为它可以玩 微软的纸牌游戏 游戏我就不展示了 大家各自体会了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分辨率总算可以 随着窗口大小变化了 很期待年底 VMware发布完整版的 Windows支持 这样大家在M1上 有多了一个虚拟机的选择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